大家好 我是索菲亚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水培的日本地瓜 现在它们的长势如何 把这个地瓜呢 一切为二 有些人说呢 这边是头 这边是尾 就是一定要把尾部放在水里 然后把头部放在外边 以后它就出芽 这次呢 我就准备呢 把它一切为二 来让它发芽 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去年有试过这种方法 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我这样 现在就把它一切两半 在中间给它一分为二 这种日本地瓜 挺好吃的 它很粉 所以今天就准备种它 而且它的叶子也可以拿来吃 那么这样一切两半 这样一切两半呢 把它分别放在一个碗中 然后给它们呢 加入一些水 这个水呢 不需要很多 只要 只要 给它磨到差不多一半就好了 这个水可以淋在它的这个 地瓜的面上 经常给它们淋一点水 在它面上 让它保持湿润 那么它慢慢就会长出很多根系 现在一开始呢 就要给它们每天换下水 等到它的根已经长出来了以后呢 就不需要经常换水了 初期呢 还没有长出根的时候呢 要给它们经常换水 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 这个有闪色光光照的地方 慢慢它们就会生出根来了 我现在就把它们放到这个 阳光比较好的这个位置 这里呢 有闪色光照它们 放在这里 就等它出根发芽 下半部分 会长出很多的根 上半部分 就会长出芽 一个多月过去了 这一个 地瓜呢 苗就长得非常的壮 而且呢 很高 它的根呢 长了一点点 因为天气还很冷 就一直是放在家里 用这个水给它泡着 另外这一颗呢 苗呢 没那一颗那么高 但是这个苗也是很壮 它没有发出什么根 今天呢 天气上到60多华氏度 那我把它移到外面去 给它晒一下太阳 看能不能有助于它的根的生长 现在把它们放到了院子里 让它在这里晒一下太阳 看它们呢 这根能不能长得快一些 好 谢谢大家